我们知道膀胱癌是我们蜜尿系统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 特别是在中国 膀胱癌的话长期以来一直是蜜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那么过去的话一直占据蜜尿系统常见肿瘤的第一位 那么很多病人来医院看病就是因为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尿 特别是出现了无痛的肉眼血尿 这种情况下往往来医院来看病 所以说膀胱癌它的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所谓的无痛肉眼血尿 病人往往没有任何的原因出现了无痛的血尿 往往还可以合并有血尿块 所以患者往往比较紧张 所以才来医院就医 这是我们膀胱癌最常见的症状